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块种水料 如大家所见 这是一块木蛙鸡敞口的一个断口料子 那么料子的话大面积开窗 而且皮壳非常有油性 像这种皮壳的话 它翻沙非常的均匀 种非常的高 断口这里的话也是开了个窗 我们来看一下 哇这种荧光感 包括这个干性的话马上就出来了 哇这个底章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漂亮 压分之后这个种水相当的高 肉质也非常的细 种水的话至少达到了一个高冰种 那么这样高品质的一个料子 我们打算要怎么切呢 我要打算先下个盖子 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底章 里面如果没连没有其他杂质 那么这个料子的话肯定是大赏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把这个料子给切了 切个盖子给它注入性 从这里下个盖子 来料子切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拿点水给大家看 里面正如我所料 像这种高货的话 它是没有任何的杂质的 总也非常的到位 这边的话有裂 但是裂品没有跑过来 哇这个料子 一个大灯泡啊 底章也非常的干净 它的肉质的话也非常的细 总水的话也非常的高 一个冰坨子 直接切出了一块玻璃啊 过来看一下它的边上 我很庆幸这些裂痕的话 它没有渗进去 那像这种的话 一个牌子的话 也是要小几时的 行那总水料我们切完了 那这块色料 要不要切呢